为什么有的女人谁跟她在一起相处都忍不住的想对她好照顾她 在家里呢她老公对她是有求必应 公婆还把她当闺女儿疼 甚至孩子都会反过来照顾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画大饼 画大饼就是想尽办法让对方为你付出 这是让对方深爱你的一种小秘诀 而这个秘诀是来自心理学著名的弗兰克林效应 弗兰克林啊他是美国的国父嘛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弗兰克林自己在回忆录当中就说 他曾经有一位政敌就政治上的敌人 老是和他作对 为了把这个政敌争取过来 就成为自己的朋友 跟自己一起对付别人 那弗兰克林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听说这个政敌的图书馆 他们自己有私人的 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叫书柜 就是书房 那人家是图书馆啊 说在这个图书馆里有一本非常稀有的书 于是呢 弗兰克林就给对方写了一个纸条 借这本书 结果对方突然把这本书送了过来 一周之后呢 弗兰克林就把书还回去了 还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太感激了 这本书怎么怎么样 这件事过后 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这位政敌啊 居然主动的和弗兰克林打了一个招呼 再后来 两个人就发展出了持续一生的友谊 后来也有心理学实验 证明了弗兰克林效应 就是哪怕是在别人对你有一点不满的情况下 比起你去讨好他 为他付出 你更应该反过来请他帮你做事 这样反而能够增强他对你的好感 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 那为什么弗兰克林效应能在爱情当中起重用呢 那第一就是利用了认知失调原理 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你的印象不太好 却在你的情绪下帮助了你 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当中 诶我明明很讨厌他 那为什么要对他好呢 哦那为了避免这种矛盾 为了让自己言行合一 他就会说服自己 让自己相信 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 值得被帮助的人 那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他就会改变自己对你的态度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就写到了 我们并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好而爱上他 而是因为自己对他好而爱上他 这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呢 就是付出越多越深情 反思一下 在你的婚姻当中 你是不是做的事情越多 你越觉得你离不开这个家 你离不开这个男人 男人也一样的 小王子这本书里 狐狸就对小王子说一句话 正是因为你在你的玫瑰身上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要心血 所以才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独一无二 爱情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 付出越多越深情 付出越多越不愿意随意放弃这段感情 付出越多越觉得 我是应该是很爱他的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弗兰克的一效应 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让他更爱你呢 我给你几个很小的改变行动 第一把安排换成求助 比如家务活的安排 比起大包大来 你自己一个人干完了 你不如直接跟老公说 老公来你帮我把算坡了 老公来一下嘛 这个灯泡坏了 你看怎么修嘛 当你用求助的方式跟他说的时候 老公你帮我换一下灯泡 老公我觉得你比我更懂 对吧 你看怎么去做的时候 他真的是会更愿意帮你做事情 而且他还会在一种被需要的过程当中 拉近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就是真诚的赞美 肯定对方的付出 对对方的付出来一个及时性的回应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员 经常老公做完饭过后 他就会对他老公一通的夸 哎呀 这个大白菜都被你炒出这种色相味俱全 都吃出肉的感觉 我太幸福了 而且他老婆就是我这个学员 还会拍照片 发到家族群里面 所以他老公后来就慢慢变得 更愿意瞎煮做饭 两人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所以你看到了吗 我们对一个人的态度 可以通过这些看似很小的操作 而被撬动起来 他们也可以成为你在生活当中的这种助力 当然反事都有度 提要求一定要在对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这样才能细水长流 让感情阳心循环